那我跟何州區不一樣 他說特上百分之八十他都認識 我大概只認識百分之二十 不過呢今天我見到了 我剛剛已經聽自我介紹 我已經碰到幾位我傳說中的人物啊 比如說那個秀榮還有季勳 我們甚至通過電話我們都沒有見過面 今天終於有機會可以見到一次面 所以我現在熟悉度可以提供到百分之三十 那先跟各位介紹怎麼樣快速認識我呢 我叫做邱慧珠 但是呢我都習慣大家叫我小慧 就是我名字的第二個字 慧聽過人很抱歉 我再講一次 因為那個算命的說 我三十歲以後要走這個名字的第二個字 帝格才會忘我的運 所以呢我很迷信 三十歲以後呢都會請我的朋友 還有我的爸爸媽媽 他們現在都叫我小慧忘我的氣 那其實這十幾年大家的確是如此 所以希望能夠拖大家的金口 大家也都叫我小慧小慧就好了 就大家互相就是這樣認識比較快 那我現在目前在政府田文教基金會 還有福田樹木保育基金會 擔任執行長的工作 那我也是台灣公益西歐協會的常務監事 所以大家好像業務上好像都蠻都是從不同 從剛才這樣一聽下來 那其實基金會差成立五年多而已 但是基金會有幾個重要的目標喔 我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推廣台灣的文化 對剛才有夥伴提到說台灣文化是什麼 我們可以好好來研究一下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 我們會希望說我們的基金會的業務 可以凸顯一下台灣所謂的公平正義的價值 在哪邊 所以我們辦了很多青年營隊 還有一些人文思考的課程 這些都在校園裡面進行 那還有一個部分我們是希望能夠扶植這個青年的新世代 所以我們辦了很多類型的獎學金 這個可能跟外面講的就不太一樣喔 然後來鼓勵這些年輕人 那更重要的一部分 我有個就是樹保基金會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救樹 那其實很多人認為說 這樹有什麼好救 生病就砍掉就好 反正再種就有啦 可是基金會呢 他們的理念不是這個樣子的 基金會希望給這些樹木 都能夠有一個安生立命的機會 所以只要樹木生病了 我們的樹木醫生就會 幫各位的老樹看病 然後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出錢把它治好 這是基金會的使命啦 那也是我們創辦的政府田先生他的遺願 所以我們一直在努力在進行當中 那在這幾年當中 實際上受到一些記者 還有NPU夥伴的幫忙非常的大喔 所以我也希望說 能夠在這兩天的行程呢 能夠再更深入了解一下 我們台灣的底層文化 然後看能不能回饋到我們的基金會 那說實在是很巧 因為上禮拜我才剛到雲林的包中去過而已 也是這個農村的彩線團 所以大概風家覺得我 很人來風啦 所以今天又把我叫來喔 那我也很樂意去參與 那剛好我們在包中 還有到今天的口湖鄉 我們基金會都曾經在那邊揪過樹 那口湖鄉有個飛沙國小 他的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聽這個名字就知道了 所以那個風沙是真的很大的 我們都已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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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嘗試過了喔 對 那其實 這說基金會的他的一些業務的重點 我們會放在中南部的縣市 因為我們認為 中南部的縣市是 資源相對是分配比較少的 所以只要有這些中南部的行程 我都會希望能夠跟不同的夥伴 下來看看喔 多多體會 那還有兩天嘛 那先跟各位抱歉 因為明天下午以後我要先離開 因為明天晚上是我們兄弟相 最後一次的告別賽 我要趕快去桃園喔 對 這個票很早以前就滿好的 所以不能放過 所以明天下午以後 我就會先離開 先跟各位說抱歉 那也很希望在這一天半時間 能夠跟各位有個愉快的認識跟旅程 謝謝